餓家舔繼續幫牢 哈囉,歡迎大家收看說法 ogsåいたnaa風 我是Chris, episod ger usher 今天是 starts 8月28號星期四 贊勒比海照的影迷 相信接下來這部電影一定不會陌生 在有線第41台HBO晚上的7點45分 將會有加勒比海盜之魔盜狂潮 大家又如何錯過呢? 今集講述巴即刻船長 重新遇到他右愛右行的初戀情人安祖利加 這兩個人重點愛火的同時 也捲入了尋找不老之傳的戰火 他們潛上了美艷而神秘的美人魚 更加被迫登上一個海盜都聞風喪膽的 黑胡蘇所擁有的喪屍海盜船 復仇皇后號 踏上舟船在神秘救情人 和傳奇海盜之間的驚險旅程 以Austin最近同學聚會 見同學我都認不到他們 為甚麼? 因為他們每個都變得很漂亮 以前都不是這樣的 是嗎?就像我沒見你一陣子都認不到你 肯定吧!女大十八片 就像接下來要介紹給大家這部電影的女主角 搖身一片就變得很亮麗時尚了 大家記得留意今晚的11點20分 有先40台Fox Movies Premium 有穿著Prada的牛魔 安德利亞認證了做美蘭特的個人助理 美蘭特是時尚雜誌新展台的總編輯 她相信這份之力將會幫助她 輕鬆地取得其他工作 慢慢地安德利亞開始適應這份工作 而且得到很多壓汗的好處 但她的家人和朋友 卻感覺到安德利亞已經拋棄了他們 到了最後安德利亞了解到她必須在工作 和這些人之間作出抉擇 不然的話她將會變成她曾經被視的那種女人 其實世界上有很多不可思議的事先頭發生過 只不過我們沒有見過 例如呢? 例如就好像今次的人體不思議第二季 今次他們就講述一個有狼人後裙症的BB 和一個世界上最高的男生 上次有多少不可思議的事 她就千萬不要錯過在友善第五十台探索頻道 晚上的十點將會有人看不思議第二季之 多毛寶寶和最高男 今次將會提及到的就是巴西一位小朋友 她天生患了狼人症候群 她的特徵就是跟狼人一樣身上有這麼多毛髮 而同時也有一位臥病在床很久的泰國男生 她應該算是世界上最高的男人 不過在她算到最高的男人之前 重點就是她要先站在這裡 她怎樣才可以站起來呢? 想知道就千萬不要錯過人體不思議第二季 接下來要推介給小朋友的就是 在友善第六十台卡通頻道晚上的八點 將會有Ogi and the Crococh 舊故事就是講述肥貓的家裏 有三個很麻煩的蟑螂 他們亦都沒有打算要離開肥貓的家 還發誓要將肥貓的生活搞到一鑊足 到底接下來終於有什麼有趣的生活呢?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由即日起至到九月底 早上的10點到下午的6點 澳門科學館有適得其所的展覽 今次的展覽將會展出超過160件的展品 當中包括了很多精美的展品 大家就要記得千萬不要錯過 好 又到了今個星期看電視有獎中電話警察遊戲 66883005 今個星期的問題就是 四大明報三的導演是哪位呢? 只要答我的朋友就快點打電話來66883005 只要答中以後被抄中的朋友 就有機會獲得他們的電影入場門票 好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同樣時間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 拜拜